郊西鄉112年度社區支收小站工作绩效评比 在鄉民代表会支持之下 总奖金提高到63万 发放给三名 林美 光武 吴沙 陶伦 大中等获奖社区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的办理 社区支收小站的工作评比 在这边也感谢我们代表会 在郁建昌主席所带领的所有的代表支持之下 我们把去年的20万奖金 我们提高到今年的63万的一个奖金 那特别我要感谢我们的三名社区 以及我们林美社区 我们吴沙社区 我们光武社区 我们大中还有我们抛轮社区的理事长 乡长张永德表示 在自工努力经营之下 今年支收小站一月到十一月的回收量 是三十一万两千七百多公斤 比去年同期增加六千五百公斤 显示社区推动支收工作 获得乡亲的认同 我们今年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到十二月 我们六个支收站 所有的支收量为三十一万两千七百七十九公斤 那六个支收站 全部被卖的金额 达到了一百一十万以上 那跟去年也就是一百一十一年 同期比较我们增加了六千五百公斤的一个支收量 好 因为有认同期的政策美业的政策好 我希望是在一百十三年 大家总统都来打拼 所有共所党政策拿出来 整对我们防部的成就对的这些好理 我们在座这些代表 所有的都非常支持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共同的理念 说是要给大家得更好 你说对吗 对 相对实际上是有评别的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提起来我代表的是目中 大家说是第一名 大家说是非常认真 公所也强调 未来人会积极推动更多资源回收相关政策 将资源回收源头减量 以及环境保护融入生活习惯 来珍惜资源 共同营造礁西成为环保永续的移居城市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